一些食物作为主角 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一些食物则作为配角闪光 整只鸡冷水下锅 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 土鸡恰好内外熟透 出锅冷却 鸡肉轻微脱水 只需几刀 整鸡被斩为八大块 再将鸡肉切为薄片 薄厚均匀 肉皮相连是下刀的基本标准 一只七八斤重的鸡 要切出柏鱼片 每只一片穿在竹签上 等待着一场别样浸润 瓦罐 二 乐山人称为波波 波内盛放以麻辣为主的佐料 穿好的菜品 尽于其中片刻 即成为食客们追逐的对象 而在普通的家宴中 波波鸡的呈现 无需繁琐的工序 加油 每年夏天的相聚 每年夏天的相聚既是老友间情感的交流机会 已是美食的碰撞平台 乡野间散养的土鸡 孕育出肥厚而紧实的肉质 让羊汝可以为餐桌上增加风味 锅中加入少许菜籽油 倒入辣椒段 火候与时间的掌握最为关键 小火备制 令辣椒不易焦糊 15分钟的时间 辣椒酥脆 香味蔓延 在碾子的碾末生中 辣椒段被碾微粉末 经130摄氏度菜籽油点化 一碗浓香赤辣的红油完美呈现 无需切片 整机在羊汝的手中 被剁制成寸段 仅需数勺红油 少许炕干花生碎 一盘醇厚香辣的红油 波波鸡制作完成 然而刺激的香辣味道 并不是家宴味觉的全部呈现 盛夏时节 在乡间小路旁 一种名叫甲酸浆的植物 其果实已经成熟 这是小孩子在鼠热中的最爱 采摘作为人类获取食物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在今天已然成为了人们与大自然亲近的一种方式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这是冰粉籽 可以干什么呀 可以做冰粉 冰粉是干什么的吗 冰粉是干什么的 满载而归 孩子们期待着 由甲酸浆种子带来的奇妙变化之旅 你们知道包了这个以后可以干什么吗 抽冰粉 抽冰粉呀 将种子用一方纱布包裹 在冷水中反复揉搓 直到没有滑丑感 别抢 一人一丝手嘛 此时 蕴藏在种子中的果胶 以基本溶解于水中 并最大程度吸收水分 少许沉淀过滤后的熟石灰水是点化的关键 石灰水中含有的钙离子 大大提高了果胶的紧密性 使原本松散的结构凝固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这种被称作冰粉的消暑食物 山楂片 花生碎 葡萄干 再加一勺红糖汁水 清爽滑嫩的冰粉 集成为夏日最受欢迎的食物 生菜了 生菜了 你看牛叔叔来了 兄弟 来 你看我出去的锅 老汤锅内 仅需十秒 牛肉变色及入口 公愁交错间 友谊与光阴 融于一桌乡间家宴 这是关于生活味道的最好表达 也为孩子们执下了属于他们的家乡味道